谁没有一生 黑光明心事 谁能预解 后果 默默到来 故事如你 我是小默 和你聊聊我们平常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身边见过我和我婆婆相处的人 大多都会发出感慨 很难见到如你们这般和谐的婆媳 我自己也觉得蛮难得的 无论以前在长沙还是现在在深圳 我婆婆一年会有六七个月和我们住在一起 因为她觉得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能够帮我分担家务 我能够有更多时间工作和照顾孩子 也的确如此 她饭菜做得很好 也很爱干净 在做家务上是一把好手 可就算这么能干的人 也不可避免地有些难以跟得上时代 比如她看不明白手机上收到的 各种银行 运营商等发来的信息 每次都要问我 这些信息要不要紧 比如她在使用稍微复杂一点的家电上 也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 怎么学都不会 学会在洗衣机上选快洗还是常规洗 花了半年时间 家里的电热水壶用了一年 她昨天烧水的时候还在问我 怎么她按了开关还是没反应 而对于她来说 像蒸烤一体机这种玩意儿 更是一个难题 最开始要蒸东西都是我来操作 后来在我的鼓励下 终于决定尝试一下 但即便是最简单的普通蒸菜模式 临到最后一步 也还是不知道要怎么继续 她每天总会要问我好几回这些问题 我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小兮兮地跑过去 给她再演示一遍 就在昨天她还忍不住自嘲说 这人真是老了 就是记不住要怎么搞 但也是在今天 她突然就会了 自己成功地蒸好了菜 我想年纪大了 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 当你以为她怎么都学不会的时候 她可能在某一天就会了 只是需要我们有点耐心 彼此的理解和耐心 也使得我们能够和谐相处 前几天 我难得地看到好友穆棠 写了一篇关于她父亲的文 也是关于老去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但让我挺有感触的 读给你们听一听 或许你们也有同款父母 穆棠说 前段时间 我父亲散步的时候 手机丢了 其实手机用了挺长时间了 在我看来 达到可以更换的标准 提过给她换一个新的 父亲不同意 他说挺好用的 不用换 可她退休之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每年寒暑假来广州 两次往返 她的手机都不一样 一年至少换两部手机 是个潮流达人 这次手机遗失 可能是意外丢失的原因 她一直坠坠不安 懊恼叹息 听她说 自己在散步区域范围内 找了好几个来回 没找着 跟我在小区碰着的时候 神色慌张 路灯下额头上的汗水 密密麻麻 大滴大滴往下掉 要知道 我父亲 是个三福天 都不大出汗的人 最终 手机 没有找回来 父亲是退休后 才常住广州 电话号码 因为绑定他退休工资卡的缘故 归属地 一直没有更换 属于湖南地区 异地办卡的流程 广州湖南两地的标准不一样 在两地的客服电话中 来回询问 始终没有确定 是否要回湖南 办理手续 父亲在这个过程中 渐渐沉默不语 叹气声几乎听不见 我们商量 实在不行 重新办了一张广州的电话卡 先将就着用 正是广州疫情的时候 没有办法回家 父亲坐在一旁点点头 勾搂着腰 愁眉不展 在我的记忆中 他常年是严肃的 不苟言笑的 愁眉不展 十分罕见 当年母亲重病 医药费 我们姐妹二人的学杂费 全家的吃喝拉撒 全指望着 他那一点微薄的工资 没见过他几次愁眉苦脸 刚发完工资 父亲带我去姑妈家 办点事情 在车上遭到爬手 一分钱没剩地偷走了 办完事情 安顿好我之后 他急匆匆出门筹钱 这样捉襟见肘的日子 没少过过 但他的形象 永远是 话少 严肃 家里的经济问题 在他的静静出出间 就解决了 父亲 在今年之前 无论从外表 还是内力 也表现得 远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起初退休后 他并不是很乐意来广州 湖南的生活很惬意 睡到日上三杆起 一帮老友下馆子 吃饭喝酒搓麻酱 吃完饭 再搓麻酱 到深夜回家 或者几个老头 组团自驾游 在我们看来 很不健康 且冒险的作息方式 他自节 开心到飞起 远离故土和知己好友 来广州与我们生活 最能抚慰他的 不是儿女绕西 不是广州的美食 而是广州的跳蚤市场 我总觉得是因为 跳蚤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 让他找到了熟悉感 那里的衣服 裤子 不仅便宜 样子还多 不仅样子多 还可以砍价 不仅可以砍价 摊主 还是来自湖南 完全听得懂 他的素量普通话 他不需要像在商场 讲着不熟练的普通话 跳蚤市场的熟悉 和商场的多样性 让父亲心动得不得了 一度想来一场 西洋红创业 把广州的便宜衣服 和其他商品 倒卖到湖南老家 立好一波 他的好友老乡们 来广州五年 每个周日的跳蚤市场 除非市场不开 要不然我父亲 一场不落地参与 跟他去过一次 那里人声鼎沸 磨肩皆种 闷热的人都要化了一样 他在里面 如鱼得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觉得 他是补偿性消费 弥补自己 早年间的物质匮乏 后来他买的衣服 裤子 鞋 行李箱 背包 床上用品 堆满了衣柜 飘窗 和置物架 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 隔三差五地 出现在家里的 脚脚落落 才知道 他就是喜欢 花钱的感觉 有时候 会对他的喜好 感到无奈 大多数时间 又感觉挺不是滋味儿的 过去生活的困苦 留给他的困境 一直跟随着他 他重复着 熟悉的生活场景 可以说 那些熟悉的场景和人 才是他世界的组成 脱离他们 他不知道 应该怎么与这个世界 真正地连接起来 所以那晚 手机丢失后 虽然没有得到 运营商准确地回复 在第二天 我还是退掉工作 决定去广州营业厅 试一下 能否补办原来的电话卡 因为很清楚 没有手机 对我父亲意味着什么 跟他说了安排之后 父亲小心翼翼地和我说 我不用手机没事 等你有时间再去办 我坚持第二天就去 并安慰他 真的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他才像是松了一口气 问我 营业厅几点开门 我们赶在第二天 最早的时间去 说完 父亲突然苦笑 唉 真的老了 不中用了 很早之前看过一句话 人 不是渐渐老去的 是突然之间就老了 于我父亲来说 虽然他生活态度 依然积极 还是每周去跳蚤市场 兴致勃勃地买一切 可手机丢失后的操作 对他来说 却是天大的难处 他不知道 应该怎么保证 自己的资金和信息安全 不知道要找谁 处理一系列的事情 当他以往的生活经验 解决不了遇到的问题时 他坠坠不安 也因此觉得 自己真的老了 穆棠写下这篇文时 感慨的是 父亲突然之间就老了 不可避免地 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而我在感慨的是 穆棠的父亲丢了手机 有他这个女儿 陪着耐心地找 放下工作 陪着去办卡 那些没有儿女 在身边的人呢 有谁 可以帮助他们吗 所以当我看到 红姐的故事是 会觉得很安慰 很踏实 红姐是中国建设银行的 老员工 十年前 她在中国建设银行 德外执行工作 一位六十多岁的张阿姨 常去找她办理业务 久而久之 彼此很熟悉了 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由于张阿姨的女儿 女婿 收入较低 小孙女上年幼 她想为小孙女攒一笔钱 用于未来的教育 所以时不时地 过来存些钱 存的也不多 不过三五百的现金 可红姐每次都很有耐心 很热情地 为张阿姨服务 如今 十多年过去了 红姐 调到北京安华之行 张阿姨 不惜绕远 坐三四站公交车 也要来找红姐 办理业务 有时 即使没有业务要办 张阿姨也会提前 跟红姐约好时间 送来自己包的包子 她们的关系 如同亲人一般 这是人与人之间 很美好的互动了 我们年轻人 可能早已经习惯了 一切生活问题 都在手机上解决 转账 缴费 网购 但其实很多老年人 还是更习惯 到银行线下网点 办理业务的 我的一个朋友 珊珊 在北京定居后 非常想念 留在老家的奶奶 因为从出生 到上完高中 她都和奶奶 生活在一起 奶奶也很想念 这个孙女 珊珊便把奶奶 接到了北京 和她一起生活 好在她奶奶 虽然七十多岁了 但思维还很清晰 不糊涂 又有脱修金 有底气 不给孙女增加负担 但到底是老人家 会更习惯 身上有点现金 她不想麻烦珊珊 更不肯要珊珊给的钱 于是自己 去建设银行 安华制行取款 她喜欢来这儿 因为这儿 给像她一样的老年人 准备了轮椅 老花镜 她还看到银行大厅里 放置了血压仪 急救箱等等 这里的服务 让奶奶很安心 珊珊奶奶向工作人员 反映银行卡 查余额不方便 工作人员便教她下载了 建行手机银行APP APP上有老年人关爱模式 功能比较简单 字也大 这下查余额 转账就都方便了 工作人员看到 珊珊奶奶的手机 运行速度慢 还建议奶奶 卸载了几个 不小心安装的软件 并指导清理了内存 珊珊对此 也特别感激 她很怕 奶奶来了北京 会无助 没想到 奶奶在这偌大的城市 还找到了一个 可以依靠的 小小港湾 家里总有老人 我们每个人 也都会老去 如果在你所在的城市 你在进到建设银行时 看到一些 适合老年人的 暖阳服务 记得顺便告诉家里的老人 有需要时 可以去这些网点 一点善意 一些耐心 人与人之间 会获得更多的温暖 老年生活 也会有更多的可能 节目最后 特别邀请大家 以生传情 美好陪伴 建设 营发美好生活 全民朗读活动 在朗读作品里 感受敬老 助老 爱老 发布朗读作品 可以获得抽奖机会哦 具体的参与方法 在节目的评论区 可以查看 也愿我们在 平常生活中 能给家里的老人 多一点的耐心 把耐心 留给最亲的人 我是小莫